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97回 韩丽丝下一扫目光落到了附近某处的时候 整个人浑身是寒气大冒彻底的呆滞住了 只见就在离他百余杖的一棵巨树上 赫然有两名身材高大的恶鬼夜叉 正面面相对的站在那里 这两名夜叉均都背后双尺巨大异常 身高十滴差 此刻都头颅一偏的望过来 目光中大有意外之色的样子 但是让韩丽如此骇然的 自然不是因为见到两名夜叉 而是他竟然没有办法从这两名夜叉身上 感应到丝毫的气息 神殿一扫过去 仿佛那巨树顶上根本空空如也一般 这代表着什么 韩丽丝然清楚不过了 这两名夜叉竟都是修为远超他的存在 说不定就是夜叉族中所谓的夜叉王 如此一来他又怎么可能不通体发寒 连呼吸都凝固住了呢 就在韩丽暗暗叫苦 两名夜叉尚未做出其他举动的时候 另一方向数百丈外 霞光一闪 另外一道雾色顿光从地下击舍而出 竟又有一名修士出现在了此处 韩丽一呆望去 一看清楚此人脸上不禁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 这个人身材婀娜娇小 足下才有一面五色欲周 赫然是那名消敬女修 此里看见韩丽先是面上一喜 想要开口打招呼的时候 有目光一扫 看到了两名动也不动的高阶夜叉 脸色一下子有些发青了 有些古怪 这二人的气息 好像是本王前不久 发现那群人族修士中的两个 那些家伙还真是没用 竟连这么点事情都没有办好 一名夜叉脸上一色一闪的开口了 此夜叉竟是先前那位 已已即展开巨山名叫孟祥的夜叉首领 不知道怎么竟出现在此地了 不死亡 父亲地下有一片临死时脉 这两个人有本事不受影响的从地下顿走 这倒无法怪罪你那群手下的样子呀 林语明夜叉却黑黑一笑地说道 一眼就看出了 杭丽和萧姓女子逃出升天的根本缘由 哼 这也不是让这两个人逃掉的理由 回去本王自然会好好的处罚他们 你二人能逃到这里也算有些本事了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吧 另一位夜叉王往哼一声单手一抬 顿时一片雪红之光浮现而出 打算马上出手灭杀眼前二人的样子 杭丽和萧姓女子脸色大变 一个人背后风围之声响起 木人现出了一只五色凤影 和一只木若雷电的青色大鸟的虚影 两者一闪之后 就化为了一对晶莹的羽翅浮现在身后 另一人呢 则足下五色小舟一声嘀吼 一个方滚化为了一条十余丈长的五手贵胶 五种颜色不一头颅张牙舞爪凶恶异常 哎哎不死王且慢且慢 这两名人族似乎不是一般的人族修士 那个人背后刚才显现的好像是天凤的真影 另一个人族下好像是真龙族变种 五色球胶的毅力惊魄 有些意思呀 另一名夜叉一件刚才 杭丽和肖性女子催使的神通 却双眼一亮 忽然开口喝住了先前的同伴 真人王 你这话什么意思 怎么着 难道想让本王放他们走吗 还有在下可不喜欢别人职称曾号 阁下还是叫在下的名字吧 另一名夜叉眉头一皱 虽然听话的将手中血光散去 但是却一扭头 面线不满之色 哈哈哈哈 这倒是本王的疏忽了 梦翔大人 刚才你我不是还在为那件事情争执不下吗 不如就利用这二人打个赌 你看如何呀 被称作转轮王的夜叉哈哈一笑 竟然针对同伴改变了称呼直呼姓名起来 打赌 打什么赌啊 梦翔神色一动 似乎觉察到了对方的几分用意 很简单 我二人就以刚才争执之事为赌注 分别出手诛杀这两个人 谁先得手就算谁赢得赌注 你看如何呀 嗯 这转轮王大嘴一脸露出了争鸣之色呀 哼 齐齐两名化神修士 我们一出手他们就一腻呜呼了 如何分得出什么胜负 不死亡冷漠异常的说道 这两个人可都不是什么普通的化神修士 况且我二人自不能亲自出手的 不如各自派出自身的一个仓奴 动手你看如何 如此一来 想来这两个人足也能应付一下 足够你我分出胜负的 转轮王却胸有成竹的说道 仓奴 好 就依你之言 难道我还会怕输你不成 不死亡脸色殷勤不定了好一会儿 似乎觉得这个决定没有什么问题 终于凝重的答应了下来 哈哈哈哈 很好很好 哎 你二人也听到了我们之言吧 不要说我二人以大欺小了 给你们一次活命的机会 哎 让你们先走出千里之外 我二人才会出动仓奴追杀于你们 但要注意一点啊 你二人别想着分开而走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只要一超过百里之外 就休怪我二人亲自出手了 转轮王大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一转头 冲韩利二人说道 千里 韩利单手抚摸了一下 背后透明的影子 神色镇定了下来 不错 当然若是一炷香的时间到了 你们没有顿出千里之外 我也会同样的派出长奴的 别妄想什么侥幸 转轮王淡淡的说道 但是话语内容冷酷异常啊 韩利眼角抽出了一下 头颅一天 瞅了一眼附近的萧姓女子 此女呢 冲起勉强一笑 脸上的血色倒也恢复了些许 但是配合其娇小的身形 显得是越发的楚楚柔弱了 好 小导友 我们走 韩利沉默的片刻 忽然背后双齿一动 就众人之间化为一道虚影 在原地消失不见 而下一刻 人却诡异的横跨近百丈的距离 直接从虚空中 无声无息的闪出 出现在了萧姓女子身旁处 竟然同样的落在了那条 无手聚焦的身体之上 韩利这一首出神入化的瞬移神通 二叶叉互相看了一眼 目中惊讶之色一闪 但是随即就若无其事起来 萧姓女子先师一惊 但马上又露出了一丝喜色出来啊 既然二人被指明要一起逃生 自然行力的神通越大 他们生机也就更多一分的 当即 此女也不用行力开口 欲足一踩足下的无首 此骄 五颗头颅一摆啊 立刻就化为了五色霞光 将二人身影一包裹 直奔远处积射而去 速度也是同样的惊人 几个闪动过后 就在天边处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两只夜叉王真的就站在了原地 动也不动 只是冷漠的盯着二人顿走而去 似乎对那所谓的娼奴都是信心十足 以萧姓女子驱使的五色霞光的顿速 千余里的路程根本就用不了一时半刻 就可瞬间达到的 但既然两枚夜叉王给了一炷香的时间 此女在刚一飞出百鱼里之后 自然立刻就将顿速降了下来 然后单手往腰间一拍 上面悬挂的一只雪白的玉排飞射而出 化为了一层白银银的光照 将二人护在了旗内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这面日光沛 是用智阳之力名略而成 纵然是合体大成夜叉王 也不可能单凭神念就无声无息的侵入里面的 我们下面可以放心的交谈了 萧姓女子飞快的解释道 但是脸上愁容引现 有什么可交谈的 此次我们恐怕真的是九死一生了呀 汉里嘴角抽搐了一下 露出了苦笑之色 倒有觉得那两名夜叉王的实力大概如何 萧姓女子却目光闪动几下 面露一丝犹豫的问道 怎样 起码也和我们人族合体其修饰相当 虽然我无法探查他们的具体实力 但我也曾经见过 木族的银接木铃 但是给我的感觉还远没有眼前的 这两名夜叉强大 这两名夜叉 恐怕在夜叉王中也不是一般的存在呀 汉里仔细斟酌的回答道 那道友的意思是说 他们可能是大夜叉王 萧姓女子一经 失声叫了起来 纵然不是 恐怕也是仅次于他的存在呀 汉里没有十分肯定 但就是这样 萧姓女子的脸色也是难看得起来 小道友 可知道对方口中的娼奴是什么存在 对方好像信心十足的样子呀 汉里突然这般问道 这个嘛 小妹倒真从师门长辈那里听说过一些 听说是夜叉族的王级存在 都会圈养的一种半鬼半妖的东西 平常呢 是以夜叉王自身的精细畏食 故而会随着夜叉王的实力增高而增强 而根据品种不同 大约会有夜叉王本身的十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不等的神通 很是厉害呀 所以若是这两名夜叉真是大夜叉王 哪怕最刺的那种娼奴 我们也根本不敌的 萧姓女子轻咬被吃 汉里听了呢 神色也是阴晴不定的 事到如今 我看我二人最好将自己的大概神通和实力 稍微互相交代一下的比较好 这也方便与我们联手应敌 萧姓女子低声的说道 怎么 萧姓子真的打算硬拼这些娼奴吗 汉里眉头一皱反问了一句 不击退他们 我们怎逃得性命 萧姓女子文言一愣 道友不会当那两只夜叉王室摆设吧 若是那娼奴击杀我们还好说 若是反被我们击败 你真的以为他们不会亲自出手吗 他们好像从头至尾都没有对我们许诺过 只要击败娼奴就饶我们性命吧 汉里深吸了一口气 神色阴沉的说道 萧姓女子一听这话 脸色漠然又是一变呢 显然 她并非没有想到此事 而只是下一世里头 不愿意多想而已 那 那倒有有何良策呢 萧姓女子明眸闪亮的盯着韩丽 凝重的反问了一句 没有 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见机行事了 但是 若是昌奴 真像你所说的那般可怕 我们连眼前的这一关 都没有办法应付的 就算不交手 只是夺路而逃 但又如何能够逃过 那两名夜叉王的锁定 除非 我们突然修为暴涨无数倍 夜境界 合体期 还有那么一丝可能 或者 能马上在附近 发现一座传送镇 传送到数万里之外 这才能逃之夭夭啊 汉里抿了眉嘴唇 沉声说道 听到汉里之言 萧姓女子脸上 一丝古怪 异产极事 但却没有说什么 不过 萧道友所说的 互通神通 好联手应敌的建议 倒也是个办法呀 最起码可以多保住小命一会儿 汉里叹了一口气 又喃喃的说道 萧姓女子文言 同样只能是无奈的一笑话 随即 开口开始介绍自己的功法 和所修的 神通宝物了 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汉里二人尽管压低了顿速 但仍然顿出了千里之外了 就在这个时候 遥遥的远处 传来了两声 放空狼嚎一般的凄厉叫声 声音尖利无比 直冲九霄之外 五色霞光中的 萧姓女子 正在和汉里商量着什么 一听着诡异的嚎叫之声 当即脸色一紧 默然两手掐绝 顿时包裹他们的五色霞光光芒大化 一下子带着他和汉里一闪在原地消失了 顿速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倍之高 汉里则静静地站在了原地 双目微眯地在感应着什么 任凭此女带着其向前飞盾 尽管说 萧姓女修的顿速 一下子提升了如此之高 进顿出数百里之后 后面的嚎叫声 就清晰了许多 与此同时啊 汉里传出了淡淡的话语 两个东西距离我们不足三百里了 顿速之快 远在现在之上 依现在的速度无法拖延多久的 交手之地 还是离那两名夜叉王越远越好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 汉里说着 肩头一抖 背后的两只羽翅中 一只突然之间一闪 默然从上面飞出了一道青色的大棚蚀影 一下子就没入到了四周五色光辖之中 正团顿光突然之间一个矩阵 随即顿速一下子又提高了背叙 彻底的化为了一道淡淡的虚影 一闪即逝的前进着 多谢寒兄相助 肖姓女子见此大喜过望 撑泻一声 这种施法十分的消耗法力 我也没有办法支持太久的 并且也不能真的逃出太远去 否则两个夜叉王恐怕会出手干涉了 寒厉却摇了摇头说道 这个自然 寒兄还是多留一些法力硬敌的比较好 肖姓女子也点了点头 寒厉文言苦笑一声 并没有再说什么 说实话 纵然的昌奴再厉害 他拼着神殿大损 一口气呢 放出了数百世金虫 逼退或灭掉其中一只应该不成问题的 但是关键是昌奴是两只 并且还有两位夜叉王 在远处时刻关注着这里 他又怎么敢如此冒失的去做呢 有了寒厉出手相助之后 后面的两只昌奴 纵然是顿速奇快 一时也没有办法再拉近距离多少的 转眼之间 一前一后的又追出去了数千里之遥 韩厉自觉差不多的时候 将青色大鹏虚眼一收 和肖姓女子停下了顿光 片刻之后 二人静静的悬浮在空中 眼睛眨也不眨的 凝望着远处的天空 远处天边忽然火光冲天 在吼叫声中 两团树丈大的雪团一闪现出 风驰电车的直奔二人击舍而来 韩厉一见此颈二话不说 两手一搓再一扬 两声晴天霹雳过后 两道王口搓的金色电弧 是弹射而出 奔两团雪云一闪积蓄 两团雪云 仿佛无形肢体一般 灵活至奇 一个飘动就闪过了电弧 仍直奔韩厉冲来 丝毫停顿都没有 韩厉脸色一沉 两手飞快的一失觉 两道金壶突然一晃 竟仿佛灵蛇一般的 一个急拐而弹射而回 出其不意地积在了雪云之上 扑扑两声闷响过后 让韩厉心中一沉的一幕出现了 如此粗的金色电弧 积在了雪云上 竟如泥牛入海一般的 一下子没入其中 丝毫反应都没有 韩厉脸色大变 两朵雪云一动之后 就闪到了二人生前十余杖处 甚至呢 连雪云中散发的那股 浓浓的腥气 都可以闻到的样子 奇怪的是 韩厉没有任何举动的站在原地 倒是一旁的宵姓女子 漠然双目寒芒一闪 心中发觉一摧 此女和韩厉面前霞光一起 两颗仗许大的交手从中一闪而出 场景一探 一口一个 向着两朵雪云咬去了半截下去 剩余的雪云呢 也在四剑中溃散消失 见到此景 萧姓女子大喜 刚想回首冲韩厉说些什么的时候 只见 韩厉却瞳然一缩 莫然蓝芒闪动的冷冷说道 小心 这两个东西速度很快 千万别被他们的身法所迷惑了 什么 萧姓女子文言一呆啊 急忙顺着韩厉的目光望去 这才发现 在离他们数十丈远的高空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夺出了两只雪红的 似狼似圆的 怪物出来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898回 《还人修仙传》第898回 《还人修仙传》第908回 《还人修仙传》第199回 《还人修仙传》第198回